各位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诗诚小七 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梁毅老师这儿 梁毅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大家右手进我的频道 梁毅带你游中国看世界 我们今天在梁毅讲故事这个节目里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小七先您 这次又会提什么题目了 今天呢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中国呀非常有名的四大美女啊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我在想 中国古代有没有什么四大美男呢 这他真问着了 很多我们中国民间传说里面 都有四大美女的故事 对啊 成于乐远之荣 碧月修花之貌啊 对对对 但是关于这个四大美男的这个传说呢 也有 但是呢不是那么广为流传 不是特别广 就是大家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 大多数人都知道 潘安宋玉啊是吧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量记载的是有两种说法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呢 第一种说法就是有宋玉 有潘安 然后有卫戒 卫戒 对卫戒 还有这个蓝灵王 蓝灵王 对 那个还有一种说法呢 第二种说法就是 没有宋玉 是多了一个 那个季康 就是竹林七贤 对对对对 因为他住在那个南北朝 那个魏晋时间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宋玉很有名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书上讲是 貌似攀安 财如宋玉 财如宋玉 那今天我就从宋玉给大家讲解 好吧 宋玉出现了什么时代呢 他出于公元前322年 离我们现在已经有2300多年了 2000多年了 这样说吧 再给大家说个概念就是 宋玉死了之后的77年 秦始皇就统立中国了 宋玉出生在什么地方 他出生在河南桑丘 跟你是老乡啊 是啊 商丘其实河南有很多历史名人 对吧 但是河南这个商丘这个地方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 是个宋国 是个小国家 历史上记载是宋玉是宋公子 他爸爸是那个君王 就说他跟他爸爸有意见 就一生气就出国了 哇 这个也是脾气很匠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 宋玉出生贫寒 所以他为了谋生就到了楚国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重点是这样 宋玉有相貌 他的才华 对对 OK 那我们就继续讲了 立项记载 宋玉是跟到了楚国之后 他很受楚王的这个 这个重视 因为他有才华 他真的有才华 他当了这个文学适从 但是呢 这个文人呢 说实话各有各的脾气了 对对对 所以说他可能有些证件跟楚王不同 是呢 活了62岁了 就会投江才自私禁 对 但是呢 他的代表作有很多 他为我们后世留下很多成语 就包括比如说他在他作品的体验 那就是夏里巴人呢 杨春白雪了 还有许高和寡 这些都是跟宋玉有关的 宋玉的文章里面写的 那个他又 他很有名 而且宋玉写的文章呢 他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 什么第一呢 他比如说 他是第一个写悲秋的 秋天 就是秋天来的 山改 第二个他就描写女性的 这个这是很 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两个第一 歌颂女性 就是说女性当时在这个社会地域当中 其实是稍微比较低一点 他是第一个写的 那梁玉老师啊 你说这个宋玉啊 在这个当时那个年代 应该算是一个名人了吧 对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名人意识呀 或者趣闻呀 您给我们吃瓜群众讲讲 好好好 我最好要以他一篇写的文章 来就把这个当时的这个趣闻 就描写一下 当时这个宋玉写过一篇文章 就叫灯兔子好色父 这个灯兔子是一个人的名字 灯兔是个父姓 这个灯兔子呢 他就是他一个 就是整个一个名字吧 就孔子一样 当然他不能跟孔子并列 孔子是个伟大的圣子 这个灯兔子呢 是朝廷一个重臣 他跟这个楚王的关系很好 他有一天呢就 我们认为现在是没事找事了 他跟楚王讲 说楚王啊 这个宋玉这个人是个美男子 也能源善变 你千万不能叫他去后宫去 他说为什么 他跑到后宫去 因为他是好色之徒 其实我觉得他是好像忌妒 忌妒宋玉的这个美吧 对 但宋玉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了 他刚才我们前面说过 他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 才华呀 才华横移 那也不是白学的 他怎么反驳的 他就他有一天 他也找到这个楚王在一块 他说楚王 这个他们来说我 是好色之徒是吧 你给我做个公证 他们说他说那你有你有什么论据啊 说来 开始辩论了 他说呢 整个天下的美女 就莫过于我们的楚国 在楚国最美的美女 就出生在我们家乡 我们家乡最好看的美女 就在我们家邻居 书上写的是东陵之女 他说我古就叫东陵的邻居吧 他说我们这个东陵之女呢 漂亮的什么程度呢 他说高一分就显得太长 他说矮一分就显得太短 他说如果加一点粉就显得太白 如果加一点红就显得太赤 就红颜色 所以说他的皮肤呢 就是七双鸭血 那个牙齿呢特别白 总之呢 腰又特别细 反正是特别漂亮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绝在家人 其各种美貌于身的 对 就趴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墙头上 看了我三年 我都没娶他 真的呀 你说我好色吗 相反的 这个邻屠子呢 他的老婆长得很丑 历史上记载也确实很丑 这个头发也不舒 长得两个耳朵是七型的 嘴也是歪了 牙齿也裂了 走过话一拐一拐了 那当然我觉得也没这么丑 说他身上长满了这个窗 他说就这样一个人 邓之主跟他还特别相亲相爱 而且连续生了五个孩子 他说你看看到底谁好色 如果他碰着更漂亮的女孩 他更不得了了 所以说其实宋玉也是 用他的文学来贬低这个人 按照现在这个观念来说 邓之主他就好人 这个昭康之妻 他太没有嫌弃 昭康之妻不可弃 那灯徒子其实是很好的人 怎么说成昭康之妻 但是这个楚王就被宋玉给忽悠的 头昏眼花了 所以说这个宋玉也是巧舌如变 对啊 所以说这个楚王就判定了 这灯兔子是昭康之妻 所以说现在流传下来之后 一说这个人是个昭康之妻 就是灯兔子是个代名词 这个由来也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这个宋玉呀 既然就是说他是一个美男子 但是他才华也不是盖的 就是口才也非常好 对 但是宋玉呢 他不得知嘛 所以他也过早了去世 他就在世上活了24个春秋 24岁呀 那也青春年华也正值 是吧 杨毅老师 你说这个宋玉呀 14大美男之一啊 那么另外几个呢 其中有一个你肯定熟悉 对呀 我知道有一个叫貌若潘安是吧 就潘安是知名度 好像是比宋玉还有高的 对吧 对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了 因为潘安是这个 中国美男子的一个符号 就跟西斯一样 他是一个美女的代名词一样 潘安是美男子的代名词 潘安他是出生的年代 就是在三国后期和西晋初期 历史上书上记载着他出生于公元后的247年到300年 也就是说他活了53岁 那他这个活的还差不多 对在古代来说 稍微说是 因为到了那个人生70的古来西嘛 50多岁还是大多数人都知道 因为不像后面的几个或者前面的 他们这个命运特别坎坷 都活的年代特别短 那我就想想他 他是出生于河南的巩义 跟你是老乡 是 所以说中原多俊杰 俊才是吧 他这个地方没人背书 还有他之后的几百年之后 就出现了唐代最伟大的私人 叫施胜 杜斧 对杜斧 他也说杜斧 这个历史上记载呢 这个潘安社相当漂亮 就英俊了 可以说是完美了 完美啊 他一般来说 美的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一个是美 一个是姿 姿态的姿 还有一个仪表的仪 也就是说他的外貌相当漂亮 气质也特别好 事说心语 他描述这个潘安 就说他有大批的粉丝 大批的粉丝 以前就铁粉 铁粉 他每次出门的时候 好多这些少女 就追问了看 还要保镖跟随时吧 我估计没有人拦住 可能就把车堵住 给他送了鲜花 送了水果 所以他每次回来之后 回家之后 就瞒着耳归 所以有一个成语 叫治国迎车 就是说潘安出去走一趟的话呢 这又是鲜花 又是水果 就就满了 就迎车 车满满的 他的粉丝也是很狂热呀 对 潘安虽然他的项目长相 特别英俊 受到后世的敬仰 但是呢 其实好多人不知道 潘安的这个人生经历很坎坷 他的是就是仕途不太顺利是吧 他是对 因为他是那个特别向往的国家做些这个贡献 所以但是他没有被朝廷所重用 但是他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宫廷斗争 最后死了沉沉 这个扒完中乱之后就被司马伦被杀死了 而且灭了三族 哇 那其实这个是其实也是挺惨的 对当时这个潘安来说 对吧 所以他流传下来他是很风光的 是一个美男子的符号 但是他这故事是人生还是很凄惨的 对 所以我听说啊 四大美男当中啊 有个人死的还特别离奇 你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个离奇法呢 接下来正好我要讲的 他叫魏介 他呢 他这不是被人看死的 被看死的 因为他长得太美了 被人看死了 是吗 真有这种死法 对 历史书上也有这个记载 怎么回事 怎么就看死了呢 那我们先了解这个魏介 魏介是他出生在这个晋朝 他是晋朝的这个学学家 也是他是个官员 他是个官员 他的他的籍贯是谁啊 是河东安逸 安逸这个就现在的三西的下陷 他的生命是活到27岁就被人看死了 那也很可惜27岁也是 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年轻的呀 很多人还没结婚的都 所以有个成语就是看杀魏介 就是说了这个事情 唐代有事为政啊 他就说是精神圆女呢 无端吃 然后呢就是吃情的吃 然后呢是看杀欲人魂不知 就是说这个女生把魏介看死了 不是这个女生 所有的女生是老看的 因为魏介五岁的时候 他的爷爷是个大官 他就说哎呀 我这个孙儿以后肯定能成大气候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看不到 这个因为他年龄大了嘛 所以说这个他七岁的时候 就是少年的时候 少年年儿童的时候骑着洋车 坐着洋车 那个到街上去 街上所有的人看了 以为他是个裕人 裕就是那裕气的裕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网站一坐 这个气质形象太好了 就感觉像先先君子的这种感觉 我看古书的时候 我就联想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歌星啊 或者是演员啊 一出来经常欢迎的不行 人家古书上描写 他这个魏介一出门啊 就是好几道人墙把它围住看 你刚说他骑着不是坐着洋车 那是小时候 小的时候坐着洋车 跟裕人一样 那那那你说刚才他上街的话呢 就是粉丝就是团堂围住 这李三成外星是吧 是一堵墙就从来看他 所以因为他的体质比较弱 所以说他最后 那个就是被人家看了 就是因为天天有人看嘛 窒息了是吧 空气稀薄是吧 所以这个司法就很奇特了 对 准备看死了 梁老师啊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讲蓝灵王嘛 对 他是就是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蓝灵王跟前面三位这个军男子 有点不同 他的武艺特别高强 他应用那个散战 哦还能文能武 能文能武 他出生这个也是一个高贵的血统 所谓的皇上 贵族 贵族对 首先我们现在讲的绅士了 他出生在南北朝的这个北齐这个朝代 南北朝 也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 对对对对 太棒了 你不觉得文学好历史也很厉害 大家可能对蓝灵王的年代还不太清楚 但大家都知道李世明的爸爸叫李渊 对 就唐代开国皇帝 开国的 对 这个就是那个他南宁王批李渊当25岁 那个这次朝代就是大概这个这样一个朝代 也难怪他那时候比较经常去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 上阵杀敌是吧 这都非常常见的 南宁王的家庭背景也是被显赫 他的爷爷 因为他属于皇亲国亲 他爷爷就是开国皇帝高欢 然后他那个 他等于哥哥做了第三代皇帝 不可思议他在圣年的时候 就是32岁就去世了 32岁就去世了 他在这个四个美兰里面他是冤死的 还冤而死 也是红颜多薄命 又是一个 他这样在古书里面记载 就是比方说北齐书 这是历史正宗的书 北齐书里面 就记载他这身呢 就是帽特别柔美 心里特别壮志凌云 还有一本古书就是 随唐佳话 里面描写他是说他 白美内夫人 内就是这个内似的内夫人 就是说皮肤呀 各方面都是特别 就是比女人还女人 还美貌 还美貌 所以这里面有个特色就是 这个南联盟打仗的时候 他要戴个面具 那你说他就是戴个面具 威慑敌人吗 还是说 对啊 你猜得很对 他以前因为他长相特别柔美 所以他认为这样震合不了对方 所以他戴个面具 这个南联盟呢 他就是那个打仗起来的时候 他特别英勇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长生将军 屡立战功 这因为他屡立战功 战功赫赫的 但也给他带了厄运 就是他按说是应该有很多 这个军功赏的呀 因为在中国的古代 皇帝最忌讳的就是这个 这个大臣们 就尤其是武将的军权在握 对啊 尤其是他弟弟 要拿这个兵权呀 的确是让这个皇帝 这个哥哥很不放心 对 他有个事件的发生 就是有一次他在 在一次盲山大劫之后 他哥哥给他庆功嘛 庆功兄弟来就聊天了 聊天他就说 哥哥挺关心的 问他说你做战那么勇猛 往往深入那个敌后 敌军内部啊 追的敌军很远 是吧 他这样是很危险的 你要你要注意 就这个这个 南联盟呢 就当时很口无责乱就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这我的加持 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呀 对啊 按照我们常理的时候 这是 这是随便说 但是说者无心 听着有意 这个皇帝呢就觉得 他这么把我和这个 他把他和朝廷也分开了 因为你是国家大将 就是那个朝廷大将 所以你要分开 你是不是另立朝廷啊 分庭抗礼了 有时候说你要谋反呀 造反呀 对就是 说上去就这样 所以他疑心重重 据说是他听完这句话之后 这个皇上几天都没受到教 哇 那这个坐立不宁的哈 这个就是心头的这个 这个隐患呀 对 所以说他派人就送了一坛毒酒 就就送了这个 南联盟家去了 也不顾兄弟情 反正是说 我要除了我这个心患 南联盟当时就对天 那个常探啊 就是那个发出很多感慨 但是他是把这坛毒酒给喝下去了 君教成死 成不得不死呀 对 所以说他32岁就就离开人间了 呃 他死活了四年 嗯 呃 那个呃 然后北周就把北戏给灭掉 嗯 他因为这个 他是军中的这个支柱 嗯 说顶梁筑垮了 那这个 这个皇 皇室的这个江山也是 对 挺不下去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吧 嗯 可以啊 那我们感谢梁艳老师跟我们讲中国四大美男的故事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